乌尔战争引发非洲等地粮荒 叫东方济各向莫斯科喊话 要求俄罗斯总统普廷 对乌克兰的鼓务出口 尽速放行 否则统将引发另一波人道危机 承诺会让船只安全离港 俄罗斯控制乌南地区的两大商港 博德杨斯克和马力坡 导致约2700万吨的粮食和食用油 在海港卡关 包括700万吨小麦 1400万吨玉米 300万吨葵花油和300万吨的葵花籽 无法进入全球市场 导致全球粮价创历史新高 甚至引发粮食危机 Russia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food crisis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从非法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 偷走了近50万吨的粮食 8号俄方又将派代表前往土耳其 与乌克兰就粮食出口进行磋商 土耳其表示愿协助商船从黑海离境 但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必须负责 清除该海域的水雷 谈判结果能否让乌克兰恢复粮食出口 各界密切关注 在新闻 武归正编译